最早的時候,黃正傑老師,黃正傑教長在那裡 那邊有丐幫滷味,他開始 各位臉書朋友,大家晚安 中壁五四三第45次的直播 今天是8月1號 今天我們直播的主題是德政農場做就對了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德政農場的廠長 楊朱龍楊董事長來跟大家分享這樣一個概念 請楊董,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楊董事長,他目前是德政農場的廠長 德政農場廠長 他其實我最早的時候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參與社造工作 因為921大地震的時候,南投是受創非常嚴重 所以他那時候在921重建會就擔任社區營造員 社區營造員 然後他同時也是南投縣文化局 社區營造的審議委員 所以他在做社造方面其實是做了非常多年 之後他曾經在南投縣民間鄉幫助鄉長 他在那擔任鄉公所的專員 之後他在那邊弄了一個新民社區 新民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 他從921大地震之後 他就開始投入社區的營造 以及在地農業轉型推動的工作 那他現在他是自己覺得說自己已經退休了 所以他就種植了神秘果 殷家果、樹葡萄等特色 那在我們背景後面 就是他特別種的這樣一個 那個叫什麼果 油肝 油肝 油肝果 據說是聯合國他們就是在推動這個 他可以降低血脂 降低三肝 那他在他農場裡面種了一個非常多 這樣特色的一個水果 那我們在上一次的時候 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的可愛的這個小農 那這個楊廠長、楊董事長 他的這個農場我去過 那他其實也是非常可愛的一個農場 這些農場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沒有 不會追求這個生產規模 或者大量生產 他們只追求這個產品的安全 還有品質 以及生態的維護跟保存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小眾市場 那有的農家他特別強到這個有機 那有的是強調自然 那有的是強調無毒 那你的是三個都有強調 目前 我是應大家的要求 其實是我自己太懶惰 我沒那麼困難 噴農藥 噴不噴農藥 這太歌詞了 一個是噴農藥也要花錢 也要花工 一個是不想花錢 第二個是沒有那麼認真 所以你的產品其實它是有機的對不對 我沒有去認證 沒有去認證 但是現在是無毒的 無毒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這個土地其實很有趣 就是從來不缺少美好的事物 那只缺少花線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要介紹這個民間鄉 民間鄉這個新民村 在佐水平原上 它其實是佐水溪的棕油 一個小農 這楊豬龍先生跟他的農場 那這個新民村 它其實是位在這個 算起來是比較 以民間鄉來講 它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偏僵 比較偏僵的地方 那它是緊鳴著佐水溪的民族大橋旁 那過去是佐水溪中油的河床的地帶 那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聽說是早期先民來的時候 最早來他們就不想要這塊地 是後來人無處可去 他們就利用這個地方的開墾 所以它慢慢的就變成一個新生地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有閩南人客家人 還有一些日本人的後裔 還有退役的農民共同開墾 到了民國35年才獨立成村 就是這個新民村 那我們在這裡就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民間鄉新民村 它最剛開始的時候 原稱叫什麼 我們有幾個答案 第一個是移民村 第二個是新生村 第三是佐水村 第四是西底村 第五是民族村 第六是高寮村 高寮 這個答案是 對 我們要請這個 請這個 在這裡土生土長的 西民村最早叫什麼村 西民村最早叫什麼村 西民村最早叫喀叡 喀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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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時候算是探寮村 探寮寶 就是最早的時候它是屬於探寮村 然後後來因為掂寮 就是所謂的掂寮村 掂寮村 叫做掂寮 叫做掂寮 因為那是一個最早的 是一個高灘地 所以這是外埔 我現在讀了外埔行 外埔行 結果發現外埔行 外埔行就是很多路都叫外埔行 就是那個會迷路 就是這條的 就是說它彎彎去去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德政農場的招牌 我把你家招牌拍過來的 德政農場 1997年其實是在大地震前兩年 做了一個非常棒的德政農場 然後這德政農場 聽說是德政的名字 聽說是跟你有 是為什麼叫取營德政 德政農場呢 是不定期的 那是我們自己兄弟 兄弟之外 我們爸做楊德法 有一個德 我們母單名一個政 所以紀念父母 紀念父母 所以 所以 因為這個地是 不是我們自己老的 這是世代人流下來的 所以是說 因為就在這裡 要站起來 這是世代人流下來的 所在所以要給一個德政農場 這個是爸爸的名字 一個是媽媽的名字 所以這真的是 那我可以 這是我跟這個楊董 在這個德政農場 這個招牌前面 我照了一張照片 我這裡好幾張照片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德政農 這個 新民村 化紅線的地方 它其實非常靠近佐水溪 那根據剛剛楊董講的 他本來是掛地 所以他其實是佐水溪中游 那原來是 全部都是佐水 那後來因為 村民慢慢開墾 所以那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 可以耕種的土地 可以耕種土地 那這個就是 更細部的一些照 更細部的一個圖片 那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民間鄉的 民間鄉總共幾個村 23個村 23個村 28個社區 23個村 28個社區 28個社區 所以他是其中之一 那這張圖等一下 我們要請你來介紹一下 這個戰鼓隊 在他家陳淚 旁邊有陳淚的戰鼓 我們等一下請他來講一下 戰鼓的故事 那這個是他家的產品 苦茶油 苦茶油很多的產品 其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楊董 他其實是多才多藝 那這個是當中 跟幾個朋友 在那農園一起合照的一些照片 一起合照照片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楊鮮明 楊老師 其實他的長公子 他長公子 上一次我們有請他來分享 楊老師 那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在後面的那張照片 就是你說叫做什麼 油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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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肝的功效是主要想什麼 我本來也不知道 我是聽人說 蛤 有油肝這個東西 所以你去哪裡 我搜尋一下 是聯合國在推動的三種作物之一 所以油肝還有 還有 還有 其中一項我知道是 香蕉 香蕉 喔 是是是 所以讓那個老後國家 用香蕉蚝來做煮 所以聯合國在推動 這項東西 是說 油肝可以做水果 也可以做藥用 在藥用面上 中國大陸 他們研究比較貼 那你們家有幾棟 我家有幾棟 幾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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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像普遍 對 但是他這裡 入水第一 先熟 再來馬上肥肝 喔 就吃下去是 鹹性食品 鹹性食品 所以他說是 在三糕 最好的東西 我去中國大陸 看 他們連學校都在做 兄弟 來做 保健食品 對 這是一個 台灣以前就有了 以前有 都在做蜜蜜蜜 所以我們就是說 在那個地方 我們現在先 他其實原來是 走水溪中油的一個小聚落 小聚落 後來為什麼叫做新民村 就是 本來叫 蝦蝦 我為什麼命名 清朝之後呢 執照做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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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還到 10多仪蜜蜜蜜蜜 新民國小的社區 那些鄭頭 這是宜民村 日本人以前十九層 日本人宜民來這裡大 所以他們說宜民 我們兩個人就說宜民 日本人回去後 現在在那裡大 就沒有日本人了 後面再去的 日本人最初沒有人 我們現在來看就是 他幫他的海外宜民設計的部落 叫做棋盤寺的部落 跟華蓮的豐田社區一樣 所以他那個社區 日本人建築結構還在那裡 社區的風範還在那裡 但是日本人都照 最迷人的是兩戶住三分地 兩戶住三分地 一戶 扣掉你的巷道 水溝 你每天還有分三 一千三百平方公尺 所以日本人在那裡做一些 非常有趣的這些規劃 那現在新民社區好像 它的範圍就是一個外埔巷 外埔巷 外埔巷 新民巷 還有一個園級路 所以新民社區其實是蠻大的 有 四五個部落 大部落是三個部落 是 是 面積算很大 面積大概有七百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原來叫 蟹蟹 我記得移民 移民村 移民村 我改叫新民村 日本人在那個 它不叫移民村 移民是我們講的 我們自己喊的 日本人 日本人好啊 這是新高村 新高村 社區好 我們台灣人人說移民 移民 所以說到那裡也變移民 移民 其實日本人是回去了 現在再來大 是八月來的 八月來的 八月來的 然後光復以後它叫做新民村 對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才叫做新民村 那這個地方聽到 它因為它是在河床的溪底 但是種稻子很少 種稻子有嗎 很多啊 種稻子呢 種稻子 因為它是滷水米 你都聽到種話 是 是 其實 真正 現在那裡 有一間米鄉 全港去溫中那裡 他提供那個種 喔 他提供那個種 民間那個 我們說那個 積極路 積極線那個火車站 它叫做 漏水嘛 漏水 所以我們講說 佐水米其實真正的名字 它其實在佐水溪的中油 在中油 下去到下油 它那個 水就比較沒有漏 因為 沙漏的沈澱 是 所以那個中油 就比較好 他們現在去客廠了 也是去我們鄭廠 是 是 所以佐水米就是 最主要是以民間這個地方 等於是佐水溪的中油 對 下去然後到二水 二水以後就變成 對 他跟我們親民生做好 那你如果再下去呢 再加水會變下去 加水會變下去 它水呢 水會變成 水會變成 聽說在那時候要做這個 集集共同飲水的時候 在那時候 在北邊的這個引道 那當時呢 楊董呢 他就來花園來贊成了 所以這很難得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時候為什麼要去贊成這樣一件事 大家都反對你幹嘛贊成 我本來是 因為我比較少 我那時候 沒有多久 我1997年才回來 台灣 他們是要叫我去抗議 說 那現在黑了 這樣很危險 要叫說要去抗議 我說那是怎樣 說要抗一條 鑽狗很大條 我說 那如果是國家的 重大政策 你抗議也不好 你應該去想說 他把我們影響了什麼 叫他把我們做得好 對 你可以說就先來說 不可以說 不然大家說要抗議 叫南空抗議 把南空抗議 把南空抗議 放起來 這樣 我說那可以說 他也沒要先說 然後 列出來 列出來 你會把影響什麼 影響什麼 所以你是理性溝通 理性溝通的方式 不是說人家來做 你要把它抗議 不知道你做什麼 人家第一回合 協調會開了 看需要怎樣 你說 人家說 原本就變三千萬 對不對 跟政策交通 那時候是民國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開始做 但是要去做 鑽狗的時候 做鑽狗的時候 鑽狗的時候 鑽狗的時候 叫北渠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在京省之前 對 在那個之前 八十幾年 所以那時候 你剛才 你以前是 本來住在哪裡 九十六 我真正 你知道 本來是 我有去 中國大陸 去海南島六七年 喔 本來想說 要移民去外國 喔 所以那時候 為什麼要再回來 我們十五年 身體很好 喔 所以回來 台灣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集集工的銀水 雖然就是 在當時 當時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工程 因為它提供 那個離島工業區 就現在王永慶的那個部分 沒有沒有沒有 是整個彰化線的灌溉 整個彰化線 灌溉系統 因為王永慶他們 用的是南岸的水 南岸 南岸的北區 是彰化線 彰化藍頭的 龍用水 都在那裡 所以王永慶他用的是南區 南區 所以這當時是一個 非常大的工程 那因為剛開始 他的設計是 沒有要給他打擾 對對對 那大條很高 沒有要打擾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年喔 我陪李登輝 當時那時候 省主席的時代 去那邊 集集工的銀水 給他做簡報 做簡報 李主席就覺得 這個很重要 但是其實李主席 後來高升到 副總統總統之後 才開始蓋 集集工的銀水工程 所以集集工的銀水工程 所以集集工的銀水工程 從那個 剛開始要做 涉嫌要做 到真正做 其實他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的時間 那現在 目前看起來 集集工的銀水 其實對這個 中台灣是影響很大 那我們 我知道你後來 有成立一個戰鼓隊 戰鼓隊聽說 是跟地震有關 對 是可以講一下 戰鼓隊是地震有關 戰鼓隊民國九十年成立 地震有八十八年 是 地震有關 大家 不是只有我們 很多人都覺得很貴味 那是用學生嗎 沒有 剛開始 人家也有阿嬤 也有媽媽 這樣一個人 他去問看 他們學費一支 三個月 我們在西湖店 就是九天 對 聽說你去找那個九天 九天 當時已經很有名 人家在店頭上很有名 三個月 西湖店 要二十萬 吃虎也無錢 所以 學費 每個人都出 小孩子 爸爸出 媽媽 自己出 阿嬤 自己來學 這樣 所以他們一個人 平均的學費 大概出 八九千塊 連三個月 這樣出去賺錢 對 三個月 選棋了 就出去 出國 這樣 但是 還回來 因為我們西湖店 要去加拿大 受邀去表演 去我們市民社區 去職訓 大個月 職訓 二十多天 我們小孩子 都在職訓 所以他們 都在職訓 都去加拿大 表演 就回來 這樣到現在 也十幾年了 現在這個戰鼓隊 還有在 還在 還在是嗎 你看到 在我們家看到 在顧 顧電生日 比較簡單 要維持 很困難 很困難 本來是在廟園 你如果 剛才說 十點以後 開始在講 的時候 講下去 人家就看他 說他要在睡 不然 兩點以後 才可以說 人家睡覺 兩點以後 也要在睡 所以在耍你 沒有人 我只有 我沒來耍 耍我一盒就好 不要耍股 方園都沒有房子 所以 你現在去 大家就看 我們家 擺那麼多 所以這個戰鼓很有趣 一直到現在 大多 還是一個 等於是 我們的戰鼓陣 是我們政頭 最好的公關座 對對對 活動 活動 派到一人去 人家沒看到 我們建國庭 如果有去 新民有人來 對 彰化秀水 他那個 馬興社區 也有一個戰鼓陣 也是一樣 他也是到處去打 那當然 他那個地方 那戰鼓跟你 可能有點類似 有些不太一樣 那我們看 新民他有一個 就是叫做 波羅蜜大道 這波羅蜜大道是 聽說是 集集共同銀水工程 弄好之後 然後他是利用這個 曲面加鈣 對 有多長 這個 做起來有兩千公斤 兩千公斤 但是在前段時 這有時候 一些官僚 他們的想法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開始 是沒有要蓋蓋 就大家 空間嘛 好好跟他們說 要蓋蓋 原本在我們 這北渠道本來沒有要 我們正義裡面 是兩千九百公尺 是是是 但他沒有空間之後 有跟我們做兩千公斤 做兩千公斤 兩千公斤加鈣 要有九百公斤 沒有跟我們加鈣 加鈣 加鈣之後 我們就說面頂要跟我們 製造柱子 讓我們可以做人行步道 做什麼 還可以開始做什麼 做變業務 謝謝掌的柱子 他說這個 局道面頂 不能製造柱子 我們製造那裡 有人從家裡 走去台中 走去到 找人的 局道面頂 製造柱子 製造柱子 回去看 找立委 來溝通 所以 後來 為什麼要製 菠蘿蜜 來說 一定要製造柱子 所以你們要求 強力要求製造柱子 就是說 柱子 也沒有製造 因為我本設計 有製造在台灣 差不多製造柱子 這意思是熱帶水果 熱帶水果 我應該分成兩倍前 分成百多次 是 我是說 那時候 我指定 因為菠蘿蜜 那時候在做社區營造 可以做 整個精神作物 菠蘿蜜的佛經 是要遠離 痛苦 煩惱 到達快樂 所以有這個意思 有意義 我以前強調 就是說 我們新民社區 人生病 希望大家 遠離 痛苦 煩惱 擁抱 幸福 快樂 所以那條 菠蘿蜜大道 有收成嗎 種那麼久 目前 種下去 它也很快就有生 菠蘿蜜 台灣人比較沒有處理 剛好到外國來 中南 台國外南 他們都很愛吃 台灣人要吃菠蘿蜜的 等到一生 想要拿到台 才八成吃 外國 他們比較聰明 他們的蔬蔬就窩了 蔬蔬蜜 蔬蔬蜜 這樣很好吃 是喔 這樣子 它的營養價值很高 它在南苗地區 這是熱帶果王之一 跟那個 榴槤 也是一樣的 同樣的一個作物 它裡面的果殼 肉可以吃 人家寄 是他們那些三奧 像我們這裡 頭頭頂豬腳 不冷 吃不冷 那種意思 是是 菠蘿蜜 它本身 這麼久 網路面上 很常在團的菠蘿蜜 做國營養價值 對 但是我們以前前 順遂是因為 它做菠蘿蜜 菠蘿蜜 我在剛才說的是 河京裡面在說的 遠離痛苦 煩惱 而且菠蘿蜜很大顆 很大顆 它是大小木 是這樣 我去常常去爬山的時候 我們山上也有一顆菠蘿蜜樹 然後它每次都大概長幾顆而已 但真的很大 非常大顆 那這滿有趣的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吃 菠蘿蜜是一個很 很特別的水果 如果 人走不去爬山 它會生也不生給你吃 所以我們那條的菠蘿蜜 很厲害 每天都有人在散步 都會走來走去 所以要常常有人走 他才會長 一定要人走到爬山 走不去爬山 它就不生給你吃 對 所以我們那個山上那個菠蘿蜜 每次都只長 只長大概兩顆三顆 就不生了 長得最漂亮的菠蘿蜜 整個門口 生活裡還有百菠蘿蜜 小孩子都在玩 所以它有一種有靈性 對 生得更多 那我們這個德政農場 因為它就是一個農場 你今天有帶很多這個 德政農場的產品 德政農場它有季節性 有沒有說冬天生產什麼 夏天生產什麼 有沒有這樣子 還是四季都一樣 像你今天帶來這個叫做 印加果 印加果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印加果 其實我沒有認真 這種什麼東西都是沒中的 不小心種的 朋友拿回來說 這是什麼東西 你再種看看 因為你是海南島好幾年 所以有一些海外的 這個不是海南島 這不是海南島 這是南美洲秘魯的 南美洲印加果 印加果 印加果 神秘果是海南島拿回來的 神秘果是海南島拿的 這是印加果 那印加果它這個是 這個是果實 這個是果實 這是它的種子 種子 種子它是做什麼用 那種子呢 它也可以把這個炒一炒 這個殼剝開 就有人當花生這樣吃 所以它另外一個名字叫印加花生 印加花生 那如果拿了炸油呢 它是目前呢 經濟價值最高的油 它的不飽和脂肪酸可以92%以上 還有中間裡頭呢 它Omega369都有 這樣印加油應該不便宜喔 很貴 最便宜的呢 大概1cc呢 4塊 那如果在精緻的做成膠廊 那膠廊 1cc大概要40塊 真的喔 那一瓶 一瓶如果是300cc的 一般台灣人 250cc呢 有的賣1500吧 那最便宜的大概賣到1200啦 所以你農場也有賣這個印加油嗎 還沒有 還沒錢 還沒錢 我有錢穿幾十個 1000多顆喔 1000多顆呢 除了這個印加果之外 你的農場還做什麼 我還有進可可 可可 可可 這個是 這個也是從 原產地是 藍莓做蜜爐的 是是是 但是這是 中國大陸那樣的喔 他去藍莓酒拿回去吸收蜜 這個就是你種的可可 這個可可 當時可以 臉書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是 楊董他種植的這個可可 那在下面這張 這是可可的 可可的籽嗎 那是可可的籽 這是可可籽 它是曬成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部分 其實是 那可可其實 我後來發現說台灣種可可 好像 比種印加果的多耶 可可 大生種 喔 那可可種了 要三四年再加生 我這三張是種三年再加生 所以可可給它三張而已 但是印加果你穿幾張 那可可可現在有種三四十張 三四十克 那這一年就有什麼 一年就有 一年就有 九個月就有的收 就有的收 三個月就開花 四個月看到果 然後九個月就變成這樣 可以收來 是 這個是真的是 而且 而且 種下去以後呢 它可以在田間 可以收十五年 七十二十年 不用經常都那麼兵 像你這樣一個農場 你現在農場有幾分地啊 我們農場這塊是有差不多兩百十 兩甲市 那你一年的收成大概 我種的這一些大概有 有加六塊 我有種茄子 種神秘果 蘇葡萄 現在種印加果 這大概有種三四分地吧 所以有穿幾十 有一千多克 所以我們可以看 德政農場其實我覺得 楊董他對這個 雖然他很謙虛的說自己是亂種 被人拿什麼 他來種什麼 但是去看的時候 真的探了一個關子 因為他幾乎把整個農園 經營得很好 用他非常自然的方式去做一些經營 那所以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楊董事長 楊朱隆 楊廠長長 來給我們介紹這個德政農場 紀念他爸爸和媽媽所命名的這個農場 那如果有機會 各位可以到民間鄉 可以去探望他這個農場 非常有趣味性的一個農場 那下一次的時候 我們直播的主題是 一個 我們直播主題是彰化孔廟的故事 那彰化孔廟 它前面有很多扁 所以我們有一個 我們的主題叫 聲明未有 彰化孔廟故事 那彰化孔廟其實是在清朝初期 台灣的學工體制 最完整的一個學府 那台灣的有四大書院 那其中叫白沙書院 就是在這個彰化孔廟 那彰化孔廟也是台灣中部 那這個文教發展的重要象徵 那在大神殿裡面 大神殿裡面 他有懸掛 有好幾個這個清代皇帝 所施的匾額 那另外有一個知縣 楊貴生 就是原來彰化孔廟 我們原來彰化 南投也是彰化縣 最早的時候 那知縣楊貴生 他住了一個同志的大宗 那另外清朝皇帝 他有好幾個劇本 上面掛 聲明未有 與天地產 這個很大的一個貶額 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非常具有價值 那我們8月5號的時候 就是46次直播 我們邀請到彰化縣 觀光導覽協會的這個秘書長 總幹事 就是黃志平老師 他來跟我們分享彰化孔廟的故事 那彰化孔廟 因為離我們這個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 在彰化的市中心裡面 他距離這個彰化縣政 其實蠻近的距離 所以那個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所以我們也希望 各位臉書朋友不要錯過 那我們這裡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彰化孔廟 他有一個很多的著名的匾 那有一個匾 他們是寫這個聲明未有 聲明未有 那我們要請教 這個聲明未有 這個匾是清朝哪一個皇帝提的 班式的匾 我們有幾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康熙皇帝 第二個答案是雍正皇帝 第三個答案是乾隆皇帝 那第四個答案是嘉慶皇帝 第五個答案是道光皇帝 所以是康熙帝 還是雍正帝 還是乾隆帝 還是嘉慶帝 還是道光帝 請教各位臉書朋友 可以跟我們猜猜看 給我們一些答案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個地方告個段落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你如果喜歡今天的直播 請你幫我們點讚 幫我們分享出去 非常期待 今天非常感謝楊董事長 在百聞當中 特別從民間的這個佐水平原 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非常期待 下一次的這個 治平老師 王治平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帳號恐怖的故事 那今天的直播 到這個地方告個段落 再次的感謝各位臉書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